6月13日,幸会杜琪峰谈电影宝玉,在香港电影资料馆电影院举行。 从影30年的著名电影导演,监制杜琪峰近10年来,他就带领银河影像团队,积极制造富有本土特色和创新性的影片, 长期培植编导新秀,致力改善电影生态,培育新一代人才。 座谈会上,杜琪峰与文化、评论界以及观众交流了电影宝玉的心得, 分享对保育香港景观、文化遗产、电影人才及对香港电影前景的看法。 非常感谢,亦都很多谢所有的坐在那里的华斌。 过去几十年,香港电影创造了很多举世之面,成绩骄人的电影。 最重要,亦都影响了香港的电影流行文化。 很多的港产片,枪战片,动作片,笑片,都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, 说怎样去保存香港的旧文化,电影绝对是需要大家重视, 因为透过画面,所有的文化大大小小都记录在里面的。 很遗憾香港电影始终是一个商业挂水的。 一部电影,其实的寿命是很短的, 差不多上完画之后就消失了。 所有的资料就说,或者是他们所有的电影上参与过的道具和服装的, 那些就随着一部电影的照片买而消失的。